复古写真,民俗文创,在新疆喀什古城里,有这样一家文创店,里面不仅展出各类古董民族服饰,还收卖颇具特色的文创旅游纪念品。 经营这家店铺的,是一个名叫麦乌兰·图拉克的27岁维族小伙。 走进入迷文创店,记者看到麦乌兰正在给客人设计造型,梳头,选衣,戴首饰。 麦乌兰说,这样一套服装造型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完成,他希望游客来到这里,可以穿上民族服饰,感受喀什古城的文化魅力。 因为我们这里有好多自己复远的,然后从民间收回来的一些老物件,然后我们给客户做上一个从头到脚的这种复古的造型。 在古老的小巷子,在古老的室内里面拍那种穿越百年前的那种感觉的写着。 拍的每一个景都是比较典型的,就比较有厚重感。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给他们讲这些地方的故事,然后他们很有体验感,很有代入感。 在麦乌兰的店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民族服饰。 塔吉克族,乌兹别克族,维吾尔族,搭配相应的小花帽以及手作饰品,华丽蝶。 麦乌兰说,他与母亲收藏制作了几百套复古衣饰,其中最珍贵的是他从古董店里逃回来的一件清代黄色斗篷。 它是一个清代的黄色的斗篷,就是用丝绒做的,然后就很精致的一个刺绣,香边的那种。 因为黄色在清代的时候也只有那种皇室家庭亲王,他们家庭穿过。 店里的基本上很多衣服是我妈妈亲手给我做,基本上都是手工。 外国人觉得还有当地手工那种感觉,就耳目一新,觉得这个我们店是最能代表喀什的一个店。 谈及为何要在喀什古城创业开店,麦乌兰说,在江西上大学的他毕业后也曾想过留在内地工作, 但他看到家乡正在助推旅游业发展,便毅然决定回到古城开店。 除了拍摄复古写真,他还研发了各类网红旅游纪念品,希望以此输出新疆民族文化。 我在自己家门口开个店,想表达的,想设计的,都在这里能拿到一些一手的资料。 我们有一些手机壳,还有首饰,然后一些笔带,笔记本,还有帆布包,然后文化衫。 我就想做一些比较多元的,能代表新疆的一些元素的旅游纪念品。 创业之后的买乌兰,对于宣传家乡有了更多的想法。 他告诉记者,2019年,他的店铺现金流达到100万元,今年疫情期间,他的店铺月收入也有10万元。 他把这些钱都用于扩电和补充货品。 未来,他希望在海外开设新疆特色的文创店,让自己设计的作品与国际接轨。 我很想走向海外,在海外也开这种连锁店。 我们在招募一些英语比较好的,像研究生这种店员在招募。 把我们的员工的整体水平提升,然后为我们将来会出现的一些客户做好这个准备。 这三年之内,一定要在海外开第一家旅游纪念品艺术品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